像这种椅子它相对于下面突进了 到夏天的时候可能会弱一些 再加上它这个椅背的话 它有一个清洁 这样的话靠着它不会说特别直冷 迟迟春日 露营热度也持续攀升 记者在北京一家户外用品店看到 露营装备摆放的满满当当 顾客正在选购新衣产品 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做准备 今年五一有计划要注意吗 有 也是周边嘛 就是最好是有山有水的地儿 我做个饭啊 泡个咖啡啊 弄个茶啊 那种掉点 特别特别舒服 让你感觉就是放松嘛 以前的东西也用得差不多 该淘汰了 而且很重 找青年化的 放个冰箱啊 放个桌啊 椅子 跟去年相比 清明的销量大概是去年的1.5倍吧 最近每天都有来的顾客 他们就是准备一些周六日去出去玩的 还有提前备一些五一的装备 从帐篷睡袋野餐用具 露营车等基础装备 到户外灯具 炉具 咖啡壶 皮划艇等进阶设备 各类新颖的露营装备层出不穷 记者发现 这些装备除兼具功能性和高颜值外 专业化细分化趋势也更显著 贴合民众对露营精致化的需求 我都十多年了吧 发生变化很大 就现在选择性更多了 这些产品是越来越更新了 比如说椅子呀 折贴桌啊 鞋带方面更方便了 比以前强多了 早开始2022年大家玩的时候 可能比如说帐篷是以这种自动帐篷 公园帐篷为主 现在的帐篷都以这种家庭化的大一点帐篷 青年化这种帐篷多一些 充气帐篷就是这种便携的也比较多 像今年新玩家也比较多一点 然后他们需要的基础装备 桌椅板凳啊 然后吹锯 对这个茶锯咖啡锯的需求也增多 摩卡壶啊 手冲壶啊 便携的咖啡机 还有泰的茶锯 原来大家需求是性价比高 然后能用舒适度要求没那么高 现在的大家 尤其是过夜装备 大家对舒适度要求是越来越高 而且对重量上体积上的要求也比较高 根据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露营活动已成为大众休闲旅游的新选择 周边露营以其短途高频的特点 受到越来越多家庭的青睐 游客大多与亲朋好友结伴同行 自驾前往家门口的公园 或者近郊的户外景区 乡村 露营基地等 享受暂时远离城市喧嚣的户外时光 尤其是拥有专业配套设施的露营营地 房车基地 帐篷酒店等 受到了众多追求精致露营的年轻用户 以及亲自家庭的追捧 随着露营的普及 露营装备的丰富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不仅满足了不同游客的消费需求 让露营活动更加便利舒适 也为露营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